由李烈监制李中指导的电影《喜从天降》 23号在台中南屯区来取景 预计全片都在台中来拍摄 轩影局长卓冠婷特别带着台中的名产太阳柄前往探班 也祝福剧主拍摄顺利 卓冠婷表示台中拍片的条件良好 除了天气好 今年中即将完工的中台湾影视基地 也将为剧主提供更多的拍摄协助 市府也会持续来努力 吸引更多剧主到这里来拍片 带着台中名产太阳柄 台中市新闻局长卓冠婷特别前来探班 由李烈监制李中指导的电影《喜从天降》 23号在南屯区开拍 市府新闻局前来关心 未老剧主辛劳 看景的时候发现 原本是希望能够在别的城市找 但台中的豪宅 就是它最能够符合故事里面 就是因为我们必须要营造那个 非常就是豪华的这件事情 因为才能够凸显这个 我们男主角的这个 他的这个任务的重大 所以我们发现其实台中的豪宅是 我们看过你们最好的 真的是以建材来讲 还有以他们整个这个环境来说 非常符合我们故事的需求 所以确实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选择来到台中拍摄 市府表示 导演李中以青田街一号入围金马奖最佳新导演 黑色喜剧风格在台湾新导演当中独树一格 这一次所拍摄的新片 获得市府106年度补助 而政府除了持续鼓励剧组来台中 今年中即将完工的中台湾影视基地 相信也将为台中影视资源注入更多能量 很多朋友都在关心台中的 我们在雾峰有一个影视拍摄的基地 那这个基地现在已经成功完成招商 那进度非常的顺利 大概在今年的年中就会完工 今年年底就可以进行拍摄 那整个规划是从李安导演当年留下来的 这个照浪池 然后包括两个大的摄影棚 比现在在台北中影的还要大 那一个中型的摄影棚 那现在也确定由中影吧的公司进驻 所以未来很多的剧组来到台中 可以得到更多的协助 政府也预祝喜从天降剧组拍摄顺利 而这部电影充满各种惊奇 预计今年底上映 希望届时民众多多支持国片 给影视工作者正面鼓励 接下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